怎么回事 这个小丑衣服竟在喊救命 不会是被这个蛋给卡住了吧 等等 这不是 神奇数字马戏团吗 难道是被困住的帕姆 他怎么变成寂寞了 看我把他救出来 千万不要告诉凯恩哦 被他抓到就麻烦了 神奇的数字马戏团 这是一部动画片吗 我记得好像还没播出的 我现在玩具都有了 谁也买回来玩玩 1234567 我记得角色不是只有六个吗 还多帅一个 难道说是重铺款 糟了 我们忘了凯恩了 AI管理员 我最讨厌凯恩了 就是因为他 所以我们跑不住数字马戏团 这里面居然还有他的身材 千万别让我猜到他 相当我还是喜欢讲师 这里面的大多数 是紫色和白色的金箍块 难道说这个人物就是 金哥 金哥是一枚国王妻子 穿着紫色的长袍 所以我可以把它直直地蹲在一边 他是被困在马戏团最久的一个人物了 所以这一身都有点不正常 一看到他眼睛就知道 这第二个就大 我得好好挑一下 这个应该是甲克斯 这就是我们兔子 甲克斯了 他的身材也太羞长了吧 耳朵长 手长 脚也长 据说他的人气是里面最高的 你们也喜欢他吗 果然没错 是管理者凯恩 他的头发非常的搞笑 是用一种漂浮的牙齿组成的 里面还有两只大眼睛 手里面拿着则是一个魔法棒 他可以说是所有角色里面 战斗力追门的 但我一直不知道 他到底是好 那还是坏的 有一次他还把主角给揪出来了 很奇怪 这一次我们拼出来的是兜妮 他的造型是小丑 不过当我们把这个帽子摘掉之后 大家发现了没 我像一只小狗 这个该不会是亚加塔吧 人家不是一个布娃娃吗 怎么我拼出来感觉像一个破布娃娃 深深的补丁明显比动画里面的还要多 而且他头上的两个蝴蝶犬 怎么这么搞笑啊 据说他这里面年纪最大的 都已经30岁了 但是我怎么看到 他都是笑嘻嘻的 这个头目是一个大大的面具 这是面具男 由于他的身体是由私奈组成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腿和手 都比较细 不过这个造型 这种感觉有点像我的朋友里面的一个人物啊 当然了我还发现了一个他的缺点 那就是 战步们 根本战步们 他的腿太歇歇了 这个是 鼓波 头我进的是三角形 但是怎么拼出来几目之后 少了一个脚啊 那么所有的七个角色 我们都已经猜出来了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觉得 他的战斗力 哪个最强 哪个最弱呀 这就是